大家好,我是小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种过这么小的手指萝卜 它只有人的手指这么长 外皮一半是红色,一半是白色 漂亮可爱 手指萝卜口感脆,辣味小,非常适合生吃 做沙拉又好看又提味 是这几年流行的一种迷你小萝卜 手指萝卜的生长周期也比较短 它不像一般萝卜,从种到收,要好几个月 它从播种到收获只需要30多天 下面我就分享它的种植要点 手指萝卜喜欢冷凉系后 一般15到25度,完整下生长最佳 播种可以采用勾播法 系在翻证好的土壮上划小勾 小勾内浇水,然后将种子散在小勾内 最后将小勾两侧的土壤覆盖住种子 就完成了播种 手指萝卜一般5天左右出苗 出苗后的管理以健干健吃为主 萝卜蓬大期可适当地增加浇水量 并追肥一次 如果温度湿度合适 一个月就可以采收了 喜欢的话,你也试试吧 好,关注小勾 带您意识